這是泰國的公寓 曼谷公寓 那它就是 它們為了通風什麼的 然後在每一個地方 這是四十三層樓 它分了兩半 它一半是預住區 然後一半是酒店區 然後它們每一間 你看 它其實圖片有顯示 還有曬馬場耶 對啊 然後有公寓區上 然後它其實這樣就是 算是一個空中花園 那它們其實公寓都做得差不多 然後就中間那一棟區上 嗯 就是這間橘色的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 比較低的那一層就是酒店區 然後你高的那個就是木大 然後它都會有空中花園 嗯 因為它看起來沒有很擁擠 對啊 它有什麼地方嗎 前面 這個 這個是剛剛那個嗎 對 哦 那我們剛剛應該把那個拉到這邊來嘛 那個 照完應該照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剛剛在講那個的 這個圖 這個也是嗎 這個是那個嗎 剛剛 這是另外的 好 它們心裡想像的一個 空中 就是 公寓的設計 然後有公 就是空中花園這樣 哦 它也是進 嗯哼 這裡是說顯示新加坡未來住宅方向 及建築 設計事務所發展方向 什麼室內街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空中花園啊 啊 空中步道 對啊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啊 房子跟房子之間有空中來連接的意思嗎 對啊 然後就是高樓之間的通風綠地 露台啊 花園 還有空道 哦 對 就是像它這樣子連接的方式 這樣子鄰居就是都可以有互動 那看來我們台灣的都市更新太差了嘛 他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些東西 對不對 他還是他只是把房子 蓋成高樓 並沒有真正的觀念上的更新 對啊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一個真正的更新 一個新的 新的樣貌 對不對 他們保有空風性 然後還可以有這樣的互動方式 還不錯 他要去我們台灣的這個 台北市政府應該去新加坡看人家的都市工心怎麼做 我們吵得要死 對不對 對啊 文靈院搞得半死 然後這個也是 那你看人家搞得這麼 這也是新加坡的摩棉坡公寓 你說什麼公寓 摩棉坡 沒有 摩棉坡 OK 這是二十八層的 對 他們所有的都是用淨圖的嗎 它所有的這些 這個是有蓋頭的 不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由新加坡市政府來做的嗎 還有 這還有游泳池呢 對 他們就是算是高級公寓 這看得到它的游泳池在哪裡嗎 這是淨圖 好 好 OK 了解 了解 好 這個呢 然後這都是公寓的 這是他們的公寓 那它公寓跟公寓之間 它其實就是這一個 哦 就是這一個 是 這是三十六層樓 那它的停在躺在這邊 所以他們是由 他們是這是由國家來做的呢 還是他們私人 就這樣蓋起來的 你知道這是公共建築呢 公家做的呢 還是他們私人 私人做的呢 我們現在是由各個人去找這些建商來做都市更新的 是每個人自己來做的 那它的淨圖的意思是說 是我們的建商就是一個建商都做好一個圖 你就是那個圖了沒的淨了 我的意思是說新加坡它是由 是由政府統一來做 然後有人來競標這樣做的嗎 是國家的嗎 它是就是競標來這樣做的 OK 對因為那個政府主屋的話就是政府做的 什麼政府主屋 那邊有一個政府的主屋 來來看一下好嗎 這個是 這一個 它是主屋 那這個的話就真的 什麼叫主屋 主合屋 就這樣 主合屋嗎 是不是 什麼叫主屋 算是 因為它可以容納960戶的住屋 960戶 那這一個模型它只是 切它一小段而已 那它每一層就這樣 這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的國民住宅嗎 對對對 它是一個精進實用型的國民住宅 對 拜拜 我看沒 十二個天空樓 有八十戶 所以一共是八十層十二 九百六十戶耶 對啊 可隆納960戶 還有跑道 對啊 然後它就是社區多樣去 跟永續發展 給它照一下 還有空中花園 每十一樓都有一個空中花園 每十一樓都有一個空中花園 每十一樓就是這個嗎 你的意思是這個嗎 對 這個就是它空中花園 這是十一樓 嗯 那它一共三十六層樓 是不是 對 三十六層樓 所以就應該有三個空中花園 現在看到兩個空中花園 好 是不是 對 我再繞一圈看看 好 了解 這個 最後一個